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星期二娛樂 今天是2022年4月6日 星期三 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昨天的節目 今天才好像今天下午才上載 上youtube那裡 可能因為同事不小心漏了 無論如何 跟大家說聲 最近我經常在開口埋口都說 花生連續劇 除了袁家敏和鍾培生那段連續劇之外 其實這個也算是連續劇 現在想說的就是 就是Will Smith在上星期 他在94屆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上 因為他老友兼頒獎嘉賓Chris Rock 就笑他老婆要剃乾頭髮 上台搭了他巴 這件事就反而成為了全國頒獎的焦點 雖然Will Smith之後仍然是拿到那個影帝獎 但好像都說要褫奪他的獎 據說大概九成 事件就持續發酵了 距離到現在都整個幾星期 Will Smith因為掌掌 因為他自己上台掌掌掌這個行為 他都很聰明了 主動和奧斯卡 主辦奧斯卡的美國影藝學院 辭去了會員的身份 不過辭去了就繼續被這個荷里活排擠 事件到現在都說了 整個幾星期 中間當然包括有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 每一天的連續性的新聞 例如Will Smith的道歉 例如奧斯卡又說要褫奪他的獎 又說他兩個和Chris Rock兩個已經好了 不斷都有follow up的新聞可以看到 但在日前有個網民在TikTok上載一條片段 證明當時Will Smith的老婆是沒有生氣的 反而在Chris Rock說笑的時候 還笑到卡卡聲 那位網民上載的片段 大約是視覺的 在他老婆 即是Will Smith的老婆後面的角度 感覺上踩在他後面 即是後面幾行 能夠見到 其實在Will Smith上台刮了Chris Rock一巴巴之後 Chris Rock當時就呆了一呆 然後就 之後才呆了一兩秒才給了反應 哎呀 韋史密夫剛剛打了我巴巴 他才說了這一句 全場都不知道是真的笑 還是唯有這樣解圍 全場都有笑的 而那一刻 是Will Smith的老婆竟然也有在笑 還笑到 還笑到是向前傾向後傾那種笑法 這段影片有些網民認為是推翻了Will Smith 因為他笑他老婆 老婆很生氣 所以就爆粗罵Chris的這個說法 當然啦 還有很多眾說昏雲的流傳 有網民認為 是Will Smith是因為見到 即是見到他老婆 反白眼 即是那個反應 才衝上台刮他 不過其實 他老婆也有把他的手 放在那裡 即是拍拍他老公 好像安撫他那樣 不過片段流出之後 有網民就根本說批評 這件掌刮事件完全是假的 而更加驚訝的是 那些留言說 搞錯他竟然在那裡笑的 原來我們都想錯了 他根本就沒有生氣 然後說這條片可以回答所有問題 由他們這件事一發生 到一發生開始 已經馬上有人陰謀論 說他們這件事是假的 諸如此類 其實我覺得 有一個好像上上落落的 有一段時間 有些人很支持 Will Smith覺得 哇你真是 一個真男人 慢慢會聽到聲音 覺得他是造假的 之後有些人又相信他 那種 見他出來道歉 事件來到這裡 就不知道 算不算水落石出 但其實我也有一個問題 究竟目的是哪裏 既然好 假設如果他真的造假的話 其實目的是什麼呢 但是暫時來說 唯一的既得利益者 好像就只有Chris Rock 反而 因為他的動篤笑演唱 抱歉 動篤笑的show 買票買到斷了屎 還被人炒高了 好像整件事去到最密後 即這個時刻 就只有Chris Rock一個 是有得益 那究竟 是誰幫誰 又為什麼 這些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會不會有答案 好了 我們再去追一下這套連續劇 就是我這幾天都在說那一套 這套連續劇 就是越做越多角色 越做越多人一起參與 昨天就有蕭先生的參與 因為他拍片 罵 就說林作他賣朋友之間的對話 是沒有人格 又說下流 卑鄙 還說他學他師父陶傑 說這些是開玩笑 這些人最容易做了什麼 就裝開玩笑 等等的言論 就在那裡吊爆 林作 結果更加在尾上 就說他賤人中的賤人 咦 昨天我們都說過 林作在IG上回應了蕭先生 說他自己的風趣 誰知道 林作 我都說他的 他真的很喜歡鄭熱道 他又再對蕭先生的短片 再作出回應 他說 蕭先生 向我再次挑機 我的身袋就成就解鎖 叫做林夏作 本人接受挑戰 將會在稍後的時間 送上精彩的回復視頻 林宵大戰第三回合馬上開始 看來林作 就似乎好像沒有興趣 將這件事說完就算了 不過這個一向都不是作風 老實說 他就說 其實他都不太明白 為什麼蕭先生 要幫他作個身袋 叫做林夏作 林夏作 好像又沒什麼特別 你說很爆很絕屈那些 我會怕手 又沒有 他也說 用對方爺語他的手法 去爺語蕭先生回頭 搞GED這樣說 林作覺得好像很好笑 那也是個GED來的 咦 蕭若元 是不是就是共度 一燒就完 這些就叫做 趙元松一夜情 是不是不好笑呢 他說 對方已經不是第一次抽他水 據他所知 第三四次抽他水 就是拍片去抽他水 蕭先生每次都說 不應該抽他水 給他曝光 但是每次他都中我的陷阱 所以證明和小弟都頗有淵源 他都挺欣賞小弟的 畢竟我們都吃了一頓飯 陰敬陰敬 其實林作和蕭先生 何嘗 不是又是死情百口的人 即是 功是你贏 智就是你輸 即是 差不多 而我又覺得 網絡世界上 抽水 其實又不是一件什麼事 喂 是這樣啦 不是有空你抽我 就我抽你的 我覺得這些 但是 但是 由林作和蕭先生說 別人抽他水 總是領事覺得 憤外偏偏 他 我昨天都說過 他才是抽水之中的 表表姐 即是 如果說到抽水那一部分 真的很多人要跟他學習 叫他做師傅 剛剛才是林作和蕭先生 自己說 今次第三回合 喂 我也挺期待 又不知道有沒有第四回合 大哥 你那些混蛋給我休息 可以嗎 雖然吃得花生多 真的很熱氣 台灣女星大S 去年11月已經和汪小菲離婚 但其實離婚之後 即是種種 即是他們十年的婚姻 大S 而且也覓得第二春 有些愛可以從來 但其實對她的過去 她一直應該還有些緊緊於懷 即是她之前那段婚姻 不知哪裏收到人家什麼爆料 我只是看報道 她的朋友圈裡面的對話內容就曝光 嘩 最近那麼流行曝光 朋友圈對話內容 原來 大S說 她一直跟汪小菲 這十年都很委屈 覺得一邊做人老婆 就好像坐牢一樣 還爆了說自己的兒子 即不是自己的兒子 是她跟汪小菲的兒子 都不喜歡汪小菲的 經常都說爸爸不要回來 這樣 大S呢 我剛才剛剛說 原來她雖然表面 就跟阿巨進葉 就可以重來了 但是呢 她跟汪小菲的種種關係 似乎都應該是時候清零 誰知道 清零哪有這麼容易呢 近日呢 就瘋狂就爆出南方 即是汪小菲 跟這個張詠詠 怎樣打得火熱法 又說她跟人打架 或是為了她被人爆瓶 什麼都有 日前 台灣又有些節目有爆料 就有陶遺症 證明汪小菲是一拖二斷正的 懷疑是在婚內出軌 即是在結婚期間出軌 不過大S呢 都沒有回應這件事 但我覺得 正常我也不會回應 那婚日來了 嫁又再嫁了 那她那時候是否在婚內出軌 回應來做什麼呢 什麼都過去了 原來她 但她就爆了說她自己離婚前 對汪小菲已經心死了 所以就離婚了 但是 喂 想回頭 她說 撕開一致一擂 正所謂 哀莫大於心死 離婚前的大S呢 早在上年3月 即是她11月離婚 3月的時候 原來曾經跟好朋友素虎 就說她這10年裡的婚姻生活 一直都好像在坐牢一樣 3月22日就是她跟汪小菲結婚周年紀念 但是她竟然贈慶地發文 即是她竟然在那個朋友圈那裡 唉 多謝各位你們的祝福 本來我都以為做女明星是最難的 沒想過做媽媽更難 做老婆更難 10年來我沒有去坐牢 唉 往後就好過了 其實她這句話好像暗示 如果她沒有跟汪小菲結婚 就不需要這樣生活 汪小菲在傳媒或公開上面 都認自己是一個女兒而空 無論行為 或者說過的話 都認自己是比較偏心的女兒 反而對兒子就很嚴苛 所以在另一個朋友圈的對話裡面 又有人爆了 大S就說 其實兒子很害怕爸爸的 直接去到不太想見到爸爸的程度 唉 她在一個朋友圈裡跟朋友生 她說 昨天告訴兒子 爸爸快回家了 開不開心呢 結果兒子 哭得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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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都是一個人身兼負職 就照著兩個小朋友 所以可能比較少機會見到爸爸 而且爸爸可能不知道會不會回家 每次回來都會罵兒子 所以兒子寧願爸爸回北京 好 另外還有知情人士 不知道哪裡來的知情人士 其實汪小菲很大男人 有兩次 兩夫妻去韓國旅行 大S本來很喜歡吃韓式的食物 但是汪小菲嫌大S肥 就說他不准吃飯 即是勒令他不准吃飯 更加笑他 即是直接說他 不是笑他 像隻豬一樣 而汪小菲平時 也有喝醉酒回家的習慣 一發酒癲 就把那些三副鞋脈周圍雕 雖然家裡有姐姐 但是大S也要出來幫忙收拾東西 而大S往往都知道 女兒就是汪小菲的死亡 所以每次把女兒放上桌 抱她出來 就可以軟化對方 就化解這些危機 如是姐 這樣的關係 就十年了 他說有一年 即是2020年聖誕節期間 汪小菲就 例牌都不會在台灣 為什麼會例牌呢 聖誕節 聖誕節 不明顯 即是節日應該回家裡 陪家人 但是為什麼聖誕節 會例牌不在呢 大S就在台北 豪宅那裡 陪她的子女 她的粉絲 布置家裡 放一些聖誕樹 怎樣怎樣怎樣 很有心思 幫對心肝寶貝 就打算慶祝一下聖誕節 唉 即是被知情人士這樣說 好像很淒涼 好像說到 唉 儘管如何付出 可視歸房仍然是藍冰冰 老公不是身邊 好像真的不知意 你躲在床底 不是搞 藍冰冰你都知道 不過那個知情人士都說 其實大S已經不想再浪費青春 隱無可欣 即是底下才跟汪小菲離婚 她覺得這個是她唯一的選擇 如果根據她的故事來說 我也覺得是 即是又不是一個人 沒有能力照顧子女 其實一直都是這樣照顧 有她和沒有她 都沒有太大分別 不單止這樣 郭光少菲近日就被人說 即是有個台灣的資深狗仔隊 爆她說她和人打架入醫院 而這個綜合台灣的媒體報道 除了張詠詠那件緋聞這件事之外 原來這個台灣的狗仔 即狗仔隊更加爆了 汪小菲在大S和巨進葉登記結婚那一天 在夜晚深夜的時候 就去大S家裡搬走那些傢伙 而且還放在SHOTEL的地下停車 即是地下停車車庫 不過有關方面這段的爆料 大S方面和汪小菲兩邊 都沒有任何回應著的 我不明白為何去豪宅搬家具 但我又放在停車場上吹嗎 即是玩東西 是不是這個意思 如果是的話 這個王小菲也挺小朋友 這些老公都是早走早著 即是你說故事是半夜三間 即是她和阿巨進葉登記結婚那天 半夜三間回家 我把自己的痕癢 把自己的痕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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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像合理一些 把痕癢 把痕癢 那個是不是你阿媽留給你的痕癢 要把痕癢 這件事不太有型 我覺得 最近范冰冰 大家都知道 她在2018年 因為這些稅務的風波 和陰陽合同的問題 搞到形象一落千丈 她的演藝事業 就由高峰跌到落谷底 雖然范冰冰到現在 都沒有正式復出 但她可能爛船也有三斤釘 仍然是登上不少 國外國內的雜誌 即時尚雜誌的封面 即是有得拍一下封面 還有拍了一些 學里活電影 早前還去到韓國 客串韓劇 積極拓展海外事業 對 似乎她是否想著 在中國 起碼開拓海外 會比較穩陣一點 始終在中國 再出來 都不知道 別人對你的印象是怎樣 或者可能路都不容易走 反而走去外國 可能不會那麼 會不會路比較好 而日前 更加她就 寫了一條 在韓國拍的短片 這段片 其實本來 本來看來 就是很普通的 但是 網友的反應都非常大 影片裡面的 范冰冰就是在韓國的餐廳裡面 穿著很簡單的T恤 披頭 沒有紮邊 披頭散發 塗了一點點唇膏 真的很樸素 應那條片的工作人員要求 范冰冰就打開自己的手袋 裡面有些什麼 我又是這樣的影片 原來 裡面有銀包 眼鏡 眼罩 精油 眼霜 唇膏 Fan Beauty的護膚品 試用妝 還有這個Mask等等 幾乎全部都是一些便宜價貨 最貴就是她的手袋 價值二萬八千三 其實不難看得出 范冰冰的手袋裡面 差不多所有東西都是護膚品來的 不是護膚品 就是化妝品 除了一個 銀包和眼鏡 就是太陽眼鏡 其他的東西 最貴都不過三百元 而且重要的是大眾隨手可得的產品 相當之貼地 比起以前的她 似乎降低了不少 我覺得 網絡的影片 譬如說 你不是在大人幕上 你拍這些影片 是放上網 給網民看的 這些影片 其實是貼地一點 是相對是合理的 難道還拿季婦品牌出來 不貼地 這些影片 就是要貼地一點 才有人有共鳴 我覺得她這個 這個做法都沒有問題 不過其實大家的人 就是爺餘她多 就是網民 就說 嘩 你整個手袋都是護膚品 臉都那麼殘 嘩 你潮水了很多 更加有人就說 喂 是不是你都想直播帶貨 做好準備 當然也有網友 讚她 你最美的 沒有人能敵的 就是這樣 唉 始終這些 當然啦 永遠都有 有人喜歡 又有人不喜歡 我覺得其實她的年紀來說 她那個短片的 這麼淡的妝容 其實都算挺好 笑 你試試找過她 年紀的人 有多少個可以 她這樣 又不會經常不斷笑人家 因為人家沒有化妝 唯一認同的 可能就是那個帶貨 可能她真的在鋪路 這個 也不奇怪 畢竟都是賺到錢的 方法 而且加上吃著她本身的名氣 應該都ok的 有得想的 好了今天的娛樂新聞就到這裡 記得按LIKE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 拜拜